好 好好吐 好 開始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水的千千 今天呢 看這個場景你就知道 要來到我們的天使廚房了 對 Mr.地獄 Mr. Mr.地獄廚房 因為我第一次在新廚房煮飯 我現在很興奮 感覺我現在好像可以挑一支舞 來給你們猜一下這是什麼舞 對 然後呢 今天要來做非常簡單的料理 那就是青子丼跟炸海台腐B卷 為什麼說是非常簡單的料理呢 因為我今天有看了一下MASA的 青子丼的那個食譜 我想說我應該可以吧 究竟可不可以呢 能不能成功第一次在這個 新廚房煮出成功的料理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猜得出來是哪一首歌嗎 好 開始 走啦 我們來煮 首先我們先來切洋蔥 然後要把黃色跟綠色的地方分開來 不是黃色跟綠色啦 白色的 我看MASA用的 蔥絲超細的 我的怎麼會長這樣 不然我們切蔥段就好 是不是 我們做人不要太勉強自己 我們循序漸進 一步一腳印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 先來煎雞排 把你的雞腿肉拿出來抓煙一下 也可以不抓煙 也可以抓煙 抓起來 開小火 我覺得差不多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先下了 記得皮先下 因為要讓皮煎的恰恰 恰恰 然後我們一直噴 再煮完整個人都是雞香味 放進雞香醬 像這樣表面有點金黃金黃就可以了 接下來要來調高湯了 它的比例是4比1比1 然後味醂跟醬油 各80克 打蛋 好 接下來就是要煮它了 來…畫面ComingComing follow me 下課花露米 follow me go 開火之後就可以把剛剛調好的醬汁給倒進去 好香喔 洋蔥煮軟之後呢就可以把雞肉給丟下去了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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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批蛋的話就盡量就是在外圍 外圍這樣一點一圈 然後看你的熟度要多熟這樣子 關火 接下來就是考驗的時刻了 各位觀眾 我要來了 到底有誰氣質都沒事煮這麼大鍋啦 來囉 來囉 來囉… 來囉 超成功 氣質丼 好香喔 然後 再撒上一些蔥花 完成 六人份 氣質丼 這應該不止吧 要是要死的 這也太重了吧 哇 現在還要做腐皮卷耶 我肚子好餓喔 我不能直接先吃它嗎 接下來來做藏海苔腐皮卷 這個是我在康寶的那個 網絲捕網站想看到的 我來試做一下它看看 它上面居然沒有照片 我怎麼知道 不要吃 咖… 先將蔬菜切得跟豆皮的寬度差不多 六 好 我們多的收起來 我個人呢 非常的討厭煮這個四季豆 你知道為什麼嗎 抹上醬料 鋳蛋海苔 這排法是對的嗎 老實說我沒有做過壽司耶 然後再把它捲起來 起來好像不錯耶 表面抹點油 我們家其實沒有那個刷油的器具 所以我在餐巾紙上抹了一點油 好 這樣子可以之後呢 就直接送到氣炸鍋 OK 等 好 酷脆的耶 有沒有聽到聲音嗎 先切一片下來看看 可是外皮破光了耶 我發現我每切一塊它的皮就破光了 我們不如就是你知道 就是直接就是這樣子擺盤 我們先上桌 好 這樣 這樣有漂亮嗎 上桌 完成了 我的青子丼 聞起來超級香的 但我覺得我的炸海苔普遍 其實也是做得滿成功的啦 對 你看這顏色看來多鮮豔 我們先來吃它 喔 我好興奮啊 看起來 驚不驚喜 意不意外 來 你杯也配了 跟大家說一下 康寶自然鮮香菇調味料 這一瓶呢 它沒有添加人工味精 而且它還有日本香菇的萃取物 煎炒煮 煎炒… 煎炒 煎炒煮菸都可以 煮湯也是可以的喔 一瓶可以搞定所有的調味料 可以提升料理自然的美味 重點是它全數可食喔 我還在 我一直 我一直都 酥脂旁邊就變錯了東西了 欸 真的很好吃耶 因為你要想 其實我調味料真的沒有加很多 洋蔥整個甜味也是炸開 喔 好好吃喔 哇 雞肉也超嫩的 而且我雞肉是完全沒有醃漬 不過你們如果要醃漬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康寶自然鮮的香菇風味調味料 它其實也可以醃漬 用這個粉 然後它再直接加上米酒其實就可以了 而且因為我肉加超多 我現在就會有一點是飯配肉 不是肉配飯的感覺 主角就變成肉了 吃起來好幸福喔 接下來來吃吃看腐皮捲 究竟味道是怎麼樣呢 我個人壽司最喜歡吃頭跟尾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頭跟尾吃起來就是 我覺得料最多 然後也最豐富 本來想說捲的方式是有錯啊 因為我覺得就切的時候 外面會整個碎掉 是不是應該要包在海灘裡面 我覺得吃起來還滿好吃的耶 甜椒啊 玉米筍的那個香氣啊 是自然散發出來的 然後沒有什麼那個菜本身的辣味 因為其實我買的菜沒有買到很貴的那種 很鮮甜耶 但是呢我個人覺得我好像有點太晚吃它 因為它其實海苔現在有點潤起來 所以吃起來有點難咬 不過外面的腐皮具有口感其實還滿好的耶 因為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 以前網路上查食譜 只有字的時候我都會很崩潰 說為什麼不附圖片 我沒有辦法 真的是 現在如果看到有人那種食譜是附有那種圖片 或是影片我都懷抱著一股感恩的心 感謝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是一顆愛心 這是我對你有一點動心 我是有沒有什麼愛心 有什麼動心嗎 風火輪 我的眼睛看到你是彩色的呢 我每次拍影片的時候都會不小心 一直這樣自言自語 不然的話就是吃一口就一直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有沒有的沒有東西 如果跟人面對面的時候講的話就會比較少 其量害羞一點 是比較害羞一點 可是看著鏡頭就是看不到人的時候 就會默默的就是很想洗臉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一個碎唸的老媽子 最近不知道是年紀就滿18之後就會覺得說 好像有漸漸開始變得很洗臉的那種感覺 唉 怎麼會這樣呢 嗯 到了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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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知道我開頭跳的那個舞是什麼嗎 嗚 請說答案 皮鴨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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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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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它這個康寶自然鮮香菇風味調味料 它是完全全素的 然後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哇 以前啊 會讓人家覺得說 標榜全素感覺的東西都不好吃 可是現在真的是越來越厲害 就算是全素 其實東西也都是非常好吃 加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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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口喔 吃完了 吃完了 我只能說今天的青植丼 真是非常的成功啊 我其實滿推薦大家 自己在家裡開始試試看的 因為其實做這個 其實速度真的還滿快的 只是說因為我今天做的份數是六人份 所以煮得比較久一點點 但自己做我個人覺得可能 扣除掉切菜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應該20分鐘內可以搞定 然後呢 跟大家推薦一下康寶的自然鮮 香菇風味調味料 我個人覺得它除了香菇的甜味之外 還可以帶出 食材本身的鮮甜的味道 我覺得還滿厲害的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或有機會一定要試試看 順便忘記說一下炸腐疲倦 有沒有人可以跟我說 要怎麼樣可以讓它裡面的海苔不要輪體 大家如果知道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子 究竟我開頭跳的是什麼舞呢 Bye Ch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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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娃 Ch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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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娃 Ch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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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娃 OK 好 對不起